为了阴影台风 云林县沿海地区都家放大型抽水机严防淹水 但是云林口湖鸟松大牌旁 17号晚间有一名19岁的骑士 骑车撞上了抽水管 伤众送医不治 而车祸原因警方初步研判 疑似抽水机没有做好警告标示 再加上事件不佳 酿成这一骑死亡意外 救护车后报赶到现场 19岁男骑士倒在机车旁 救人员赶紧将来送医 还是因为伤众 宣告不治 车祸现场留下大片血机 零件四散 私人鞋子也掉在一旁 车祸意外翻在17号晚间8点多 19岁郭新骑士下班骑车回家 行进云林县口湖湘鸟松大牌时 骑车撞上路旁大型抽水机的抽水管 连人带车喷飞 五公尺远 当场倒地 真是寒啊 真是寒啊 真是寒了 真是寒了 你没觉得我寒了寒吧 他是要回家 因为家里的环境 想要去赚一点钱来帮忙 死者父亲说家里是低收入户 儿子高中毕业后没有继续求学 选择提早入伍 进入社会 想赶紧赚钱改善家里环境 美小包商一直疏忽 路口一侧忘了摆放三角锥 骑士撞上抽水管 就此断送性命 车火原因警方初步研判 因为抽水机没有做好警告标示 抽水管还是黑色的 加上天色昏暗 事件不佳 骑士撞上悬在半空中的抽水管 商务单位未来也将眼里在抽水管外层喷漆 加强警示 不让悲剧再次重演 借过正义 月灵 蔡美岛